好的好的 祝观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路德社路德时评之国际形势 今天是2023年 12月26日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晚上事件 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乌克兰啊 这个最新的报道啊 说这个之前欧盟本来要给乌克兰提供援助资金的计划 为这个匈牙利啊 亲俄的匈牙利在欧盟里面的这个内鬼啊 现在当时一票否决 现在呢 欧盟啊已经为了跳过这个匈牙利的捣乱 所以采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啊 这个要绕开 这个 欧尔班对这个啊 提这个资助的反对意见 提出了一项新的计划 将提供乌克兰200亿欧元啊 至少200亿欧元 据一下要多少 根据这个乌克兰的需求啊 这个具体的方案 说这是一种替代方案 以便在欧盟无法解决分歧的情况下 将乌克兰从迫在眉睫的预算危机中解救出来 这个说 这个类似于啊 2020年的结构 欧盟委员会向欧盟国家提供了高达1000亿欧元的廉价融资 当时用于新冠大流行期间的短期工作支持计划 然后最重要是 该方案不需要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提供担保 只要主要参与过 包括信用评级最高的国家 这将是欧盟屁改 需要案例的否决权 因为该方案不需要一致支持 包括荷兰 德国在内一些国家 需要议会批准国家担保 国家们希望这一过程能及时完成 以便在明年三月下 向欧克兰提供援助 说白了就是 哪些国家啊 可以用借贷的方式提供援助 这些金额将根据欧克兰的需求啊 确定 用一个债务资助的模式啊 比如说法国愿意资助多少 然后德国愿资助多少 啊 然后最后统一打个包啊 然后最后 用欧盟的名义 贷款给这个 援助给乌克兰啊 低利息啊 利息很低的 廉价融资方案 是吧 这个类 等于说 愿意提供钱呢 你就参与 不愿意 你就别参与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欧尔办 就没有这个资格否认 否定啊 他的否决权就无效 所以你看这 这就是啥 这个你就可以看到啊 这个欧洲这些自由国家啊 你看这些事跟他们 没啥关系 但是想方设法啊 都要去帮助援助 你看这就是很便宜的 融资啊 像中共国 中俄这说白了那种 黑社会国家 流氓国家 是啥概念 越是看你的 绝对是落井下石啊 所以你看跟中共搞到一起的 委内威拉那些 之前什么 阿根田先的把鞋 那这个货币都贬值 贬得很厉害 土耳其也是一样 是吧 啊 啊 贬值都贬值很多倍 是吧 这就是啊 为啥 为啥会贬值 因为啊 中俄 他们都是啊 看你 不行了 就开始 落井下石啊 用更高的利息 给你啊 放一个 这个说白了就是啊 利滚利的一个带啊 最终 还要让你感恩戴德 是不是 你看 所以你看这个 所以欧盟的这个 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 大家看啊 这个自由世界始终 它有办法 虽然啊 他们有各种方式 中俄 有各种方式 捣乱 但是其实 无论如何 它都是有办法的 你怎么看啊 斯蒂文先生 对 就是这段时间 发生的这些事 其实让我感觉 整个时代 它就变了 就是属于那些组织 组织 然后让所有的人 都集结在一起 举手表决的时代 其实已经过了 从联合国的那种 就是从联合国 现在的表现也好 然后从欧盟 现在的表现也好 之前想要建立 这种组织的目的 是在于 双大家都聚起来 能有一个平台 可以去平等高效的 去平等的沟通 然后高效的 去解决很多问题 但是现在 现在的话 逐渐发现 这些平台 反而不但不能高效的 就是解决很多问题 反而变成了一个 纷争 然后不断的内耗的 这么一个组织架构 这样的话 其实并不利于 事情去解决 而现在西方 美国它主导的 这么一种模式 就已经变成了 自由集结的一种模式 就是双方可能 就多方可能之前 他们没有在 一个平台上面 共同的去处理过 同样一件事情 但是大家都基于 共同的愿景 然后基于 共同对于这件事情的认同 然后自由的去集结在这个地方 这样的话 第一个大家可以去很容易的达成很多供词 也很容易的去针对很多事情处理 形成合力 从美国 它就是从美国 建立四方联盟 在东亚这里建立了四方联盟 所谓的小亚约也好 然后再从东盟 它去 他们主动的去日本去开会 去解决南海和 以及应对中共 对于他们的这方面威胁也好 然后再到美国的这个 红海的自由 巡航的这个行动 然后再到欧盟 现在对于 整个乌克兰的支援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都没有说是 说是就是 基于某一个组织 然后打着某一个组织的名号 去干一些事情 反而他们是 组成了一个既松散 而又目标统一的这么一个团体 去推进他们想要共同去达到的这些目的 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 所以的话 这个其实已经就是破了中俄 他们想要去 搅乱整个世界格局的这么一个 就是邪恶的目的 因为之前如果是在一个非常紧密的组织里面 很可能你一个人 你就可以去搅动整个组织内部 他们对于一件事情的决议 而现在的话 就是已经不存在这么一个人去搅乱了 因为只要是集结起来 大家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信仰 他们才会集结 那这样的话 就很少会出现一些 非常非常 就是非常非常相反相左的这么一种意见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作为一个执行的 作为一个执行的团体来说 他们的决策和执行都是非常高效的 路德 是的 说得太对了 就是这个 就是冰来降的 水来吐厌 这边你有什么 来捣乱 自然有解题的方案 所以 还有一点可以看到乌克兰 这个泽连斯基 他们的这个外交的运作能力是很强的 所以还有一点 你看这个 前段时间一直是乌克兰 这里也没钱 那里也不给钱 感觉好像不行了一样 你看这两天 又是把俄罗斯的军舰给集成了 又是这里200亿美元 然后世界银行贷款 也给乌克兰批了13亿美元 这些好消息为啥又源源不断 是不是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就跟那个 这个打牌一样 你要看到最后的结果 之前前段时间那个 是故意放一些消息给这俄罗斯 让普京感觉银马了 让中共估计去麻痹俄罗斯中俄的这种 这个啊 极其虚荣的内心的 现在反杀一下 让他们完全接受不了啊 估计内心 就所以你看这个战场啊 就是这样 往往很多 就是都是虚虚实实 真的虚虚实实 美国这边也是一样 是不是 明明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那乌克兰就是哎呀 没钱了 你看这F16啊 又给了 是吧 马上又部署F16了 又给把俄罗斯导弹 把军舰给击沉了 俄罗斯的 24小时内 6架苏三四战机机会 这里资金也到位了 过段时间估计俄罗斯3000亿美元 也被搞定了 所以就跟着自由世界 要永远要知道 到关键时刻绝对 这个自由世界 它是有人 它会有力量来帮助你的 你只要是为自由而战 这是关键啊 它不像这个专制 专制的时候 你得要跪下去 给他做奴才 做奴隶 是吧 你看 这个泽连斯是战者 是吧 他既不需要向俄罗斯下跪 是不是 你像欧尔班 他没 没必要向欧尔班 就个乞讨 要下跪 那欧盟也 也不会 是吧 给欧尔班施加任何压力 你有你的否决权 那行啊 没问题 但是 这边还照样有别的招 美国的三权 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 所以就导致美国 是吧 三权 分立这个概念 就不存在了 是不是 照样 有办法解决 那乌克兰 泽连斯基 也不会因为这个 就放弃了 或者直接跟俄罗斯就投降了 你看到没有 没有 这就是 大家看到的点 就在这里 这才是真正的任性 中共 习 前两天不是说 说中国的经济 跟那个俄罗斯的总理说 任性强 潜力大 你看这才是自由世界 才是真正有任性 有力量 你怎么看啊 子弟温先生 给我的感觉就是 嗯 中共他的这种 基本上都是头部集中的 但是 现在 西方世界 他们 越来越变成了一种 就是扁平化 然后去中心化的 这么一种模式 去中心化 他的好处就是 你不可能说 搞定一个什么 头头脑脑 你就 或者说 你搞定了一个 什么机构 你就会 影响到 他的决策和 真正 真正一些 行动的落实 因为他 他的这种 嗯 去中心化 就就有点像水滴一样 全部都往一个中心 去汇集 嗯 然后如果你 没有说是 和他们同样的 那个价值观的 认同的话 你就不可能 和他们汇集到 一处 那他们 等于是自动 把你排除在了 外面 嗯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什么匈牙利 也好 还是土耳其 也好 嗯 慢慢慢慢的 你 你以为 你进了一个组织 你就是他们的人了 但是 他们还有别的办法 不带你玩 因为你跟他们的价值观 发生了分歧 他们会形成自己 更小的一个群体 或者针对某一些事件 他们形成 针对这个事件 所产生的一个群体 然后来处理这一件事 这样的话 那你一旦在这方面的话 你和他们达不成共识的话 你等于自动被他们排除在了外面 而中共的话 嗯 不是 中共你只要进了这个组织之后 你生是他的人 死是他的鬼 你 不管是 你反对也好 你是赞成也好 你都必须去 依从于整一个 整个组织 他的这么一套意志 嗯 不管是你愿意也好 不愿意也好 嗯 所以 其实这一套的话 现在看起来 已经变得 是越来越落后 而且是在 这么一个战争的环境下 他产生的这种呃 污浊的杂志也是积累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等到最后 击中难返的时候 那可能也就是他逐渐要 走向崩溃的这么一个时候了 路德 好的啊 对 所以 这个 对自由世界的啊 这种 你要有持续 要有信心 核心是啥 就是不要因为啊 这些改变你的原则 这是关键啊 不要改变你自由的 独立的原则 不要把你啊 本来是一个自由价值观的变成一个奴才 奴隶 然后用或者用那种非法的 邪恶的手段 去获取资金啊 或者去啊 用另外的方式 那 自由世界就没有人去帮你了 这是关键啊 这是核心 所以你看乌克兰啊 现在峰回路转 一点点事都没了 那以色列也是一样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对中国人来说 看这些事情 接下来就是自己该怎么办 就中国 是吧 你看阿战啊 美国帮助中国 一起 啊 打日扣 是吧 啊 但是 打完以后 国共两党 国民党来搞军事独裁 共产党来搞专制 是吧 共产专制 都在想方设法啊 把这个中国老百姓当此韭菜 啊 当此 他的这个 是吧 这个权力 以及啊 荣华富贵的 这个基石啊 这个 垫垫石 啊 啊 美国 是不是 为什么而战 美国是为了自由而战 而战 所以当 是吧 这个 一旦成功的时候 让美国就看到了 啊 这种 差别 是吧 那接下来 那别人就不带你玩了 啊 是吧 所以 如果真正的啊 你像 日本 像德国啊 是真正的繁星 那美国就带着 一直到现在啊 都是老百姓 日子过得多好 是吧 要 自由有自由 要人权有成权 啊 要 民主有民主 是不是 然后 关键 未来的发展空间 啊 它是很稳定的 绝对不是像中共国 现在 随时崩盘 每一个老百姓啊 都是 没有 啥都没有啊 几十年下来 随时归零 这是很恐怖的 随时归零 是不是 最后你怎么看啊 分享一下这点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 嗯 就中国有一句老话 一直在说 就是公道自在人心 其实我觉得 这句话 现在对于 就对着习来说 实在是太确切 就是太贴合不过了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 现在他做的这些事情 嗯 可以说 你看 乌克兰 他都已经 就是 很长一段时间 都感觉他很困难了 但是 最后一刻 总是有人能帮助他 在人类的这个社会当中 你占据了一个正义的制高点之后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都是站在了悬崖边上 然后最后一刻仿佛是 嗯 上帝有了这么一个 就是突然的一个眷顾也好 让你起死回生 把你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嗯 这个历史上已经出现了多少次 而我们在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永远都是沿着这么一条线出来的 所以你习你现在想着用一些歪招 阴招来干扰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完全现在看起来是一种非常非常天真的想法 这样的话 我觉得中共你看 他只是利用了他这七就是执政的七十年 来让大家形成了一个假象 觉得哦我在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我赢了我就会永远赢下去 但是人类成河他已经蔓延了几千年 几千年如果说某一个邪恶势力他占据了上风 最后赢得了胜利的话 那人类人类社会也不可能说走到了今天这么一步 所以习也只是人类社会所进化这么一个阶段的一个垫脚石而已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的话 习我觉得现在想要搅动这个风云 想要让人类社会按照他的意志去走 完全是一种非常非常天真的想法 路德 好谢谢这个斯蒂文先生 谢谢注意观众看 咱们这期录播节目就到此结束 别忘了点赞分享再见